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不让贪腐成真 可是现在贪腐恨行 大家还记得罗文嘉 这是前民进党的秘书长 他说民进党迟早会出事 难道被他说中了吗 我们来看看 刚刚那一大堆的 所谓的集体不分蓝绿的 跨党派的贪腐案 其中有一个人 我们单独拉出来做 就是苏正清 今天小英总统也为了他 还出来开记者会 小英总统说 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 再继续下去 你要发财 你要升官的 你走别的路 我们来听听看 蔡总统怎么说的 苏密书长说 清白是他的第二生命 因此他决定已辞职 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尊重他的决定 健全的机制 就是最好的防火墙 跟防伏剂 有部分的立委设案 我们希望司法单位 误网误众 在还没有执政之前 我就说过 我今天还要再讲一次 升官发财 请走别路 我们执政的目标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了让台湾更好 我们要为台湾更好 一切的努力 都是要清廉情政爱乡图 民进党到底离清廉情政爱乡图 到底多远了 我觉得距离蛮远的 我觉得民进党一开始 就是因为国民党过去的贪腐 这些东西让大家受不了 所以民进党会崛起 可是今天民进党也变成这个样子 让大家看了觉得真的 其实还蛮难过的 我觉得罗文嘉这次算是明哲宝生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他当年被阿扁牵累到 差一点他也要进去关 所以他这次比较聪明赶快掀闪 结果没想到他才几个月而已 就被他严重了 而且你知道 苏嘉全这个案子扯在哪里就是 苏嘉全自己本人你就算了 因为他过去农色争议的问题 可是现在他老婆出问题 他侄子出问题 他外甥出问题 他女婿出问题 女儿出问题 会不会太多 你说偶尔一个人出问题 这是偶然发生可能 这个人个人的问题 你整个家族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这不是很怪吗 难道在屏东 你们真的是称王 你刚刚做什么都没有人能够管吗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关于苏嘉全 他们一家人的案子的话 民进党的青年形象 从此以后永远不再存在 是 苏嘉全他辞去了 这个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 可是亲戚不计较 难道真的不计较了吗 不止老婆 侄子 外甥 女儿女婿通通都爆出了争议 现在断尾求生了吗 苏嘉全的离开 难道就可以止血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苏嘉的争议部 刚刚已经说了在2011年 她跟蔡英文要搭档选总统 副总统那一年 就是因为爆出了豪华农舍的问题 重挫了小英的选情 可是小英对她不离不弃 她一直都是鹰派的大将 一直到今年小英连任成功 2019年10月去年 政要大选的前夕 当时又爆出了她的老婆 洪恒朱跟她的侄子苏正清 不分区之乱 老婆说我要出来参选 苏正清说你不把我排在部分区 我就要脱党参选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说 这不是流氓行径吗 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可是民进党没有处理 反而这个朱镕泰 当时的党主席朱镕泰说 好 我隐忍 可是党中央不受任何威胁 这是黑道在威胁吗 好 为什么不让苏正清 进入部分区的名单里 原因是因为 她在那一年的四月 她卷进了陈美案 涉嫌涛工陈美财案 所以这个事情 当然不能让她进入部分区 最后蔡英文总统出手了 她把庄蕊雄 本来是北区的选区 她都已经布局很久了 把她拉出来放在部分区 而且把她放在安全名单第十名 让苏正清改选南区 避开所谓的另外 中嘉宾的争议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不管怎么瞧 大家都还是把票当民进党 民进党把贫多人当西瓜 是 民众买单 其实前子你能不能注意到 这一切都跟电话有关系 你知道 去年这个苏正清这个问题 后来是蔡英文打了一通电话 给苏家全给洪恩珠 然后洪恩珠痛哭流涕 全家觉得对蔡英文总统 实在太英明了 因为就把她安排了 重新就让她去南区选 你知道庄英雄那天多可怜 她上午还在街头拜票 下午被通知来 你可以不用选了 你变不分区了 变不分区 变不分区 苏正清自己都愣住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你看 说党中央不受任何威胁的 左荣泰 雄还就白白了 就是这样子 当年一通电话打通了 感情这么好 结果现在苏正清这个被抓了 被抓了之后 总统府那边放出消息来说 是因为苏正清履劝不停声 连总统打电话他都不接 我就觉得很奇怪 难道蔡英文 假设蔡英文总统直接用电话 苏正清接了 那请问一下民营党怎么办 全党保苏正清吗 他接了电话 请问一下你们要怎么办 他案子是去年办的 你今年打电话给他 他接不接有差吗 已经没有差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真的把屏东人当西瓜 把全台湾人都当西瓜 我觉得这么有争议的 你民营党当初要去提名他 我个人就觉得非常非常有问题了 以民营党在屏东的势力 我老实讲 难道你们推别人出来 有人选得过你们吗 何必一定要选一个操守这么不好的人 我个人真的觉得民营党要仔细思考 不过让我比较感觉意外的是 今年7月 国民党拿出了外交部的外流的电报 说苏正清跟苏嘉全熟职 绕过外交部 跑去印尼 做一些可能牟利自己的事情 当时蔡总统出来讲了一句话 他说 指控者要有证据 指控者要有证据 他挺苏嘉已经挺到了一个是真爱的地步了 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 像极了爱情 很多人都说 天哪 你跟苏嘉到底是关系好到什么地步 你愿意替他挡子弹挡到这样子 所以因为总统说话了 这一个案子后来也让苏嘉全身而推了 所以蔡英文总统过去是一直力挺苏嘉权 你看当年他的副总统搭档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蔡英文总统完全不离不弃 也没有怪他 然后到最后那个农舍是说什么捐出去什么 就了事了 然后苏嘉全一直以来 蔡英文对他都很提拔 还让他去当立法院院长 其实对他一直都不错 可是苏嘉这一段的争议从来没有断过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过去这几年 蔡英文总统明眼看着苏嘉全 他们一家人这么多争议我们也一直在讲 因为我们至少讲了好几年 可是蔡英文总统为什么都没有任何动作 直到现在实在是不要看得太厉害了 所以才不得不去开闸 那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难道因为苏嘉全是你的人 是你的鹰派大将 所以你必须要包庇他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民进党内不是又是这些派系 不断在斗争吗 当然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新闻 发现什么你知道 人家说这一次苏正经 其实是被人家陷害的 有一些某某派的又结合了谁谁谁 然后又要来攻击他 那我觉得我们不要看那些阴谋 问题是看证据 你有没有收贿 就是这样 如果有收贿就是要办到底 如果没有收贿当然还他清白 可是问题是如果一个人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一个家族有一个人发生事情 那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偶然 可是你整个家族 每一个人都会爆出这种奇怪的问题 这个你说是偶然巧合或是冤枉 这可能性就不高了不是吗 我觉得小英总统 这是擦屁股擦不完 苏嘉全不止有太太 有侄子 有这个外甥 还有女儿女婿 最近也被这个 《评文日报》 爆料出来说 这个他的长女跟杨女婿 因为他嫁给一个瑞典人 叫做乔洛宾 他们两个在 这个夫妻两人 在2017年5月在台北创办了一个 叫做这个 迷路 这个就是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它是贩卖的是北欧的生活形态 可能有一些香氛 有一些窗帘 有一些桌布 这些小东西 那他才刚刚成立之后 没有想到2018年的劳动节 台电的执服会 就采购了大量的 总共1600万元的这个礼品 从这家公司来采购 那大家都说 第一个台电很怪 你怎么会去采购一个 才成立半年的公司 第二个 你台电是发电的 你送大家蜡烛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会停电 要点蜡烛吗 这是预言 我就是说以后 没电的话 大家全部都用蜡烛是吗 我们来看看这一家公司 他其实成立才半年 他的单子就一直狂接接到手软 不只他送给台电 或者是跟台电 跟他采购的1600万的大单 送的是这样的礼盒 我们也跟这个记者 拿到了这样的礼盒 那他也同时 可能就是送给记者 记者也可以收到这样的礼盒 在尾压 或者是在公家机关的一些 所谓的礼品部 很多人都采购他们家的东西 来当做这个 伴手礼或者是摸彩 尾压的这个礼品 所以一家公司 其实如果你没有背景 这个持服会的相关的人 应该知道 如果你没有背景的话 你可以拿到公家机关的大单 那表示你的关系要很好吧 其实有接触过服务委会的人都知道 通常服务委会 正常比较偷懒的服务委会是怎么样 我每年跟哪一个厂商配合 我就继续跟这个厂商配合 要不然就是跟一些 很有名的厂商配合 因为这样最安全 没有什么争议问题 那一个才刚成立半年的公司 我想请教一下 台电服务委会是怎么知道 有这间公司的 你怎么会晓得有这间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以前没有任何实际 也没有做过什么生意 你到底怎么知道它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在市场上也没有口碑 因为它公司都要成立半年 请问一下你怎么能够确定 这个产品你花了这么大的钱 1000多万对一个服务委会 不是小数目 1600万 对 1600万 那请问一下你花了这个钱之后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被服务委会的 骂了个半死 所以如果不是有人介绍 有人引荐 然后拍胸部保证说这个产品一定好 服务委会敢随便采购这样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个已经违背 一般服务委会采购的常理了 虽然现在服务委会说 在喊冤 说都跟苏家权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刚好他们巧合 就喜欢这个产品 可是问题是我只想问一句 为什么苏家永远都有这么多的巧合 好 我们现在赶快来连线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 淑慧好 哈啰 主持人好 寒冰哥好 淑慧 你看我看到 刚刚我们看这一盒 这个蜡烛礼盒 因为你自己也在台北市政府 做过很多事 像一般服务委会会买一个 这样的蜡烛礼盒 送给这个员工当做 这个年终的证礼吗 因为他的据说 在百货公司要卖到1700 那支付会去采购是300块 坦白说 刚刚寒冰哥就是说到重点 突破盲场了 市面上的礼品几万种 上万种 我要如何去知道有一个东西 不错哦 他会给我谈价 这个基本上我们以前 实务上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总务组 譬如说 大家知道有那种礼品公司 他里面有目录 目录有各式各样的礼品 我们会叫礼品公司把目录送来 然后大家从目录去挑 然后挑上一个东西以后再去比价 这个就是实务上的做法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透过礼品公司 那个服务委会人非常努力 自己大街小巷去逛 刚好 这么刚好 就刚好向上这个礼品 刚好就是苏嘉权女婿开的 那这种巧合真的就是 降级的爱情的巧合了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所有的巧合都发生在苏嘉 不是苏嘉权的外申张仲杰 他当了唐荣总经理以后 也是全家人都包唐荣的案子 然后现在又是苏嘉权的女婿 也是在标国营企业的案子 然后苏正清朱胶犬的外申 那个 赤子 用国营企业去印 国营企业好像仿佛是他们家的口袋 他们家的禁丸 这么多都说是巧合 那就绝对不是巧合了 好 苏惠 我记得这个外交部密件案 是国民党揭发出来的 当然他们取得那个所谓的外流的密件 可是蔡总统一句话说要把证据拿出来 现在是不了了之 不过现在呢 因为案情急转直下 苏正清也这个被揭发还有其他的案子 国民党未来是不是还会有动作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说的真的非常好 把证据拿出来 证据是什么 就是那一封电报公文 为什么外交部不愿意拿出来 大家如果过去记得 民进党政府的SOP 就是如果我们媒体或是在野党 质疑是错的 他马上会说这是假消息 假讯息 假公文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一次外交部是说 我不证实真伪 不证实真伪就是我不敢说他是假的 所以既然蔡英文总统说了 把证据拿出来 为什么不先从外交部开始做取 把电报拿出来 而且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苏家一贯的作风 并不是无地去放食的 那一封电报里面所讲的内容 也不是我们杜撰的出来的 至于说他们一直死咬的时间点 我去开玩笑啦 你今天杀人跟昨天杀人 重点不在于说被害者时间记不记得清楚 那一封公文书写公文的人 有没有写错时间 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人力中介业者认了 苏嘉全认苏正清认了 然后国营企业认了 你还要说你没有做这件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 苏嘉我打断你一下 今天其实政坛上很多人都在传言 这是大苏小苏的斗争的后续 现在看起来大苏赢了 在你们这个政坛上 你们怎么判断 你们怎么看 是大苏赢了 这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吗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举发这个电报之后 当天晚上就有一位跟绿莹 非常好的朋友跟我讲说 你们的电报 恐怕其实是民进党 透过第三者在交给你们 目的就是要来整苏嘉全跟苏正清 那当时我听到这 我觉得好阴谋论 应该不可能吧 我们一直认为 就是公务机关里面看不下去的 但是到了前两天 这个司法的案件搜索以后 再一次有另外一个不同人 再来告诉我说 你们手上的电报 跟这一次的搜索 恐怕是新苏系 联手起来的 斗争的结果 新苏系就是新潮流 跟苏贞昌联合起来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苏嘉全跟苏正清 要的太多 吃的太难看 太腰掰 他们是用这两个字来跟我形容 因为他说苏正清又要布局 屏東县长 苏嘉全又是行政院长的储备人选 那你们卡到了人家的利益太多 占的位置太多 再加上去年立法委员的这个 整个乔立法委员的整个过程 闹得非常的不一定 从不分区开始到区立委开始 那我不知道民进党内斗是不是真的这么惨烈 毕竟我们是外面的人 可是时间点真的太巧合了 就在我们揭发这个电报之后的一个礼拜 检调又发动这么大规模 这么大动作的搜索 大家要知道 检调已经收线两三年了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我们揭发电报案的一个礼拜之后出手呢 这个我觉得是要让这个效益变得更大 让外界更震撼 逼得苏嘉全不得不辞职下台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阴谋论 那就是辛苏细赢了 好 我们今天谢谢淑慧跟我们的联线 谢谢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拜拜 如果说真的是辛苏细赢了 那真的是很可怕 斗争一波一波 我刚刚在化妆间遇到 神父熊 神大佬 他告诉我说 苏嘉已经不要说 全部都game over 拜拜了 再也不可能站起来了 经过这些惨烈的遗议 好 说你经过这样子 这么多的事情 被人家挖掘曝光之后 不管是哪一个党 一定会想说先至少 再怎么想去保全苏嘉全 也会想要让他们整个家族 你先休息一阵吧 不要引起太多的注目吧 但是问题是辛苏细 新潮流白就是民营党内最大派系 又跟苏貞昌结合 辛苏细现在又掌握民营党内的实权 这个对身为党主席兼总统的 蔡英文来讲 这真的是好事吗 我觉得蔡英文应该会有 其他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始后小英时代 小英总统可能要小心的